今天开车回老家路上,我在副驾驶放了一大袋水煮花生,然后就下车去超市买水喝,因为觉得小超市也不远,车门也就没锁,结果还没两分钟,我的副驾驶上的花生就被偷了,行车记录仪拍摄到是个带小孩的大妈拿走的。 我打电话报警,警察说,才十几块钱的东西不给立案,我说花生是过期的,所以泡了耗子药,准备带回乡下老家药耗子的。 对方一听马上出警,查监控,追到人家小区去,前后还没半小时,大妈当时腿都下软了,自己吃了一点,小孙子吃了很多,赶紧打电话叫小孩的爸妈回来,差点小孩妈妈跟奶奶打起来。 我说这个耗子药人吃了没事,就是耗子吃了会死,不信我吃俩给你看看。 孩子妈妈坚持带孩子去洗胃,小孩奶奶被教育了一通,然后我也被教育了一通,赔偿了我一包花生钱了事。 估计以后大妈手会老实点,但是估计婆媳关系以后不打好了。